美国下次在下月2日的加息 有可能是加0.5或0.25厘 从美元利率期货观察所得 加息0.25厘的机会高达81% 联储局成员银行分析及经济数据得息 美国通胀支出有明显减弱迹象 高通胀压力正在消退 全球股市及楼市等投资市场表现将会有机会改善 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博斯蒂克指出 如果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证实增长有所放缓 他将在未来一次联储局会议上 会更认真地考虑加息0.25厘 博斯蒂克表示 联储局未来以更正常节奏去调整利率 将是合适而且重要 三凡市联储银行行长大利不畏言 联储局在下次会议 加息0.5或0.25厘均有可能 联储局应该尽可能温和地令通胀下降 但绝对需要确保高通胀 不会变得根深蒂固 大利指出 现在处于4.25至4.5厘的政策利率目标范围 最终将需要升至5至5.25厘 并保持在这个区域 令通胀率回落到2%的目标 具体加息程度将取决于数据 美国的失业率 大利表示将由现在的3.5%升到4.5% 4.6%左右 通胀率在今年底降到3% 按照联储局首选衡量标准 要令通胀率跌得更快 就需要劳动力市场遭受巨大痛苦 但他不愿意联储局这样做 纽约联储公布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家庭预计短期通胀下跌 收入将持续上升 但支出会大减 纽约联储在去年12月的报告显示 受访者对一年后通胀预期下降至5% 按月下降0.2% 是前年7月以来最低 三年后通胀预期保持在3% 五年后通胀预期 则为2.4% 略高于前月 构成全球通胀的主要成因油价 天然气及粮食价格 最近均有显著跌幅 以国际油价而言 日前比去年高峰下挫约38% 天然气价格跌幅更约达58% 加上属于世界粮仓的俄罗斯 及乌克兰 均能够将粮食顺利运往世界各地 多个月前高粮价引发的通胀经已消失 全球因能源及粮食导致的高通胀威胁减退 各国不必再涨去年中出重手加息 对付高通胀这一只红水猛兽 现在美国通胀有放缓迹象 加息应该接近美声 全球投资市场应会有改善机会 尤其是美国及全球股市 回升反应会比各地楼市及经济更快 投资市场应会回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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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